然后就不光是学姐嘛 她平常对女生也特别照顾 比如说她跟她朋友们一起出去 有一次就是她把一个单身的女生 她给人家送回去的 给人家安顿好了之后 也是我就找她就找不着了 第二天早晨的时候才联系上 我就问她 我说你昨天晚上干嘛了呀 你咋说的 我明确告诉你了 我说我吃完饭 然后把一个女生送回去了 然后回来了 然后给人家照顾好了 是不是给人家还那个就是送上去了 照顾好了 那我给人送回家不正常吗 那人家有别的单身的男生 怎么就险到你了呢 人家喝醉了 正好我在旁边 我说那我送你回去吧 那不能因为我不是单身 我就不送她回去 把她晾那儿啊 你就不能稍微避避嫌吗 你至少给人家其他单身男生留个机会啊 我因为要避嫌 所以说把一个喝醉酒的人晾在那儿吗 那人家其他人有说不送的吗 对你女朋友是好心 她的意思是说你别占那么多资源 还有单身的呢 是吧 我问问你 你是不是觉得她这种态度 对你来说还挺委屈挺冤枉的 就是有一次吧 我们几个人也是好朋友出去吃饭嘛 然后 她认识吗 她有的认识的 然后她也是没去嘛 当时她给我打了几个电话 去之前我告诉她了 我跟她一起吃饭 当时途中的时候给我打了几个电话 我没有接到 然后之后手机也是没电了嘛 第二天回去的时候 她把我微信里面所有的女生都删了 包括我妈妈的微信都给我删了 我是故意删的你妈妈 删没删 删了 不是故意的 就是 怎么证明不是故意的 她说的一点都不客观 她下午就跟朋友出去了 结果一直到吧 就是都已经十一二点了 连个消息都没有 那我跟她打的电话不正常吗 然后我就跟她打电话 刚开始的时候是打通了没人接 后来打不通了 最后就关机了 关机之后 那你说我不担心吗 到第二天的时候我就问她 什么情况啊 后来就不接电话了呢 当时她态度特别不好 直接就怼我 就说 就不接你电话怎么的啊 就不接了能怎么样 然后我当时就很生气啊 你说跟你好好说话 你不好好说对不对 那我当时脾气也上来了 而且当时他们那帮人里边吧 就有 也有一些就是我不是很喜欢的女生 我说你不乐意出去玩吗 那我就都给你删了 我看你在联系她们 因为微信它就是 女生的那标志不是红色的吗 然后我就把所有带红标的女生都删了 因为人太多了 没太注意哪个是她妈妈 乌山 乌山 对 乌山 问个问题